只需4种食材 就能轻松搞定的夏日小甜品 入口冰冰凉凉 细腻丝滑 吃上了就停不下来了 千万别错过 保证你也会爱上 碗中倒入300克牛奶 6克寒天粉 25克白糖 20克炼乳 充分搅拌均匀 静置10分钟 然后倒入到奶锅里 开小火加热 适当地搅拌几次 防止糊底 煮至牛奶边缘 冒出大量的小气泡 马上就要沸腾的状态 关火 静置一会儿 温度稍微降下来 并且保证不会凝固的状态 这时再给它倒入到 合适的模具里 我用的这个是装汤圆的盒子 所以要降温再倒进来 如果是耐高温的容器 就不需要降温 静置5分钟 稍微定型 再放到冰箱里 冷藏1-2个小时 取出来很容易就能脱膜了 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奶冻就成了 白盘 直接吃就是原味的冰奶冻 我比较喜欢抹茶口味的 所以再撒一些抹茶粉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夏日里清新的小甜品 抹茶冰奶冻 入口冰冰凉凉 细腻丝滑 奶香味十足 好吃极了 真的是我的最爱 炎热的夏天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冰奶冻 保证你也会爱上的 吃冰奶冻 冷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